我们这节课专门说说发明创造吧 这个发明某一样东西 它是实物的 为我们生活 一时住行所常用 我们老百姓常接触它 认为它可能更重要 实际上 我们讲君子不弃 真正的科学家 是通过某些实验啊 验证啊 甚至设想出来的东西 最终求证的是一个理论 一个观点 当然有些它也是这样 自然一样 或怎么样变化而来的 但是我们肉眼通常看不到 只看到这个 现象 不知道原因原理 这个才是科学家 那所以说这个 显得更高尚 但是我们常用呢 认为这个发明家更了不起 那发明了这些 通常 这个东西好用 就够了 这叫大到一简 但如果是在这个上面 更有机结合到我们 那个文化 那像这个阴阳五行 那八卦这 本身也都是一眼二气啊 五行所化 但是 如果有机的结合了文化 我们不光是更深入人心 叫有机发明创造 所以我们改一个名次 这个 从 这个心里是一种情怀 同时呢 它的外形 如果是如此 我们知道很多这个风水百戒物品 你摆一个狮子 大象 什么一个机箱物 什么一个形状的东西 你很奇怪 对生活就有所改善 那有些人可能不信 你没有经历过这些 没有仔细的去 体正这些东西 你认为没有 实际上甚至 到了阴简 到了那个世界 为什么我们说烧纸钱 那就简一简就管用了 它就像是一个投影 所谓在天成像 在地成形 你这个影像 到那边已经足够 这样化成模样的东西 当然这个的变化 那边的怎么管理 这是另外一套 这就 但是这个道理 简单的是如此 有的时候我们还常说 那影子不要踩呀 那个代表你的 好像有魂魄在上面 头发 头发不让人随便摸呀 不要带阴性的东西 在脑袋上呢 等等等等 就是这个道理 一样的 我们后来 其实最早先 在小的时候 我父亲就鼓励我 就发明一些东西 小学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 实验小学啊 非常好 到现在还好 科技 报了一个这门课外班 在学校内部的每周一下午 那两节课 然后就搞一些什么磁铁 叼车呀 就搞出来就很新颖 本来就普通的电磁铁 我爸曾经当过物理老师嘛 其实是他做的 很多东西 都是我拿来注意 大家都过来围观 那个时候 还认为我很了不起 老师都很喜欢 老师都做不出来了 那后来呢 像有一些申请专利的 什么六十四卦 象棋旁啊 也是每一格 一个卦 你跟着走 那个 但是这个好像有点不适用 虽然点上能对上 那个卦 那空格 如果再加上六十四卦 因为象棋是线性运动 国际象棋是那个格子的运动 那也不一样 那围棋虽然它是点 那又不一样 虽然它走在线上 但是它不会上下动 我们好像又没说完 下节课继续吧